熱炒啾啾 達人上菜,大家好,我是雍貝,我們的李明友 大家晚安,我是林林 晚安,我是諾維 那我們的達人是 林林林林,你身旁的這位帥哥是 嘿嘿,給你猜猜看他是做什麼的 這股文藝氣質感 嗯,我猜是漫畫家 會詩 嗯,難不成是,只是 叮叮叮,別瞎猜了啦 他可是一位男性美髮師 從業的時間也已經16年囉 哦,聽說他的店裡啊 還有一整櫃吸引大家目光的鋼彈收藏,對吧 沒錯,趕快來歡迎Poky髮型的帥哥老闆 羅吉宏 哈囉,你好 嗨,大家好 嗯,那麼今天我們邀請到的這位帥哥老闆 叫做Poky 嗯 好,那我想要這個開門見山的就要請教一下Poky 你為什麼當初要開這樣一家 有這麼多鋼彈的髮型設計物啊 嗯,其實一開始只是很單純的 把我喜歡的模型跟鋼彈搜集起來 嗯 對,但是後來因為有自己的店面 嗯,那就想說可以擺可以擺設 嗯,對 所以,所以等於是說受了這個鋼彈這個作品的影響 對 會有很多同好因為這樣子的這些收藏品 來跟你一起交換一些資訊嗎 會啊,會啊 會啊,很多客人也都是鋼彈迷 哦,動漫迷也都有 對啊,所以那你們在可能就是在幫他做造型的時候 就有很多話題可以聊 對 欸,那我知道Poky其實開店有一陣子了嘛 嗯,那目前你接過就是讓你最滿意的動漫造型是 呃,滿意的,應該都是以真實系的人物為主吧 就灌籃高手裡面的人物 嗯,像是 最經典就是流川嘛,流川崩 哦 滑到 哦 對,然後宮城良田 字幕也有 哦 山井也有 哦 哦 這五個人,五人小組通通都有 幾乎都有了嘛 都撿過 欸,那我想問,就是櫻木的話,它是真的就是會把它染成燕紅色這樣嗎 還沒有 還沒有 有剪的那麼短 但是沒有染的那麼紅 哦 嗯,那有沒有遇到什麼可能特殊的情況下 就是真的有染成很不一樣的顏色之類的 哦 有客人要求過 就是像新世紀福音戰事裡面,林波林的那個,寶藍色的風光 哦 真的,弄成寶藍色 真的 對,真的弄得寶藍色 哦 那中間的這個,就是你弄的程序很久吧 染的程序 弄完五六個小時了 哇塞 因為要漂白兩次 天啊 很傷頭髮耶 對 如果說像若維的頭髮那麼細軟的話,是沒有辦法這樣子弄的 會怎麼樣嗎 髮質會被破壞掉 嗯 對 就是一捏或一拉就斷掉碎掉 哦 這麼傷 對 像林林這個 嗯 比較醜用的頭髮 哈哈哈哈 他頭髮比較質地比較粗 所以比較可以耐得住那個漂白的藥水的侵蝕 嗯哼 對 哦 比較頂得住 可是漂完之後都是髮質都會變差 嗯 很差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我們的聽眾朋友,有的人可能覺得顏色變換一下很拉風 但是真的在這個進行之前要真的請我們的髮型設計師給一些很中肯的建議 之前我有就是長頭髮的時候我很想要剪頭髮然後我就打電話給這位Pokey呢,但是他居然跟我說他只剪男生 那我很好奇為什麼就說你會覺得你比較只想這個Focus在專注在就中短,中短髮的這樣 男性的上面 對,男性的上面 女性呢,你是有過什麼陰影嗎?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一開始學的時候就是以男生為主 哦 對 是比較傳統的電棒燙的那種店家 哦 對,很老式 那後來是因為我覺得老式的東西慢慢會被淘汰 所以我就學了一些新的 嗯 也有一些男式的沙龍 嗯 對,已經有開始越來越多了 對 所以我去沙龍店做 嗯 那當然我創業之後很多女生會來問 或者客人的女朋友啊、老婆會來問 我就說哎呀,不會 哈哈哈哈 我也試著去學過,但是因為環境 我的工作環境還是做男生 嗯 所以並沒有辦法很直接用過啦 因為男生跟女生的還是不一樣 哦 用北亞想惡搞 下次女性的朋友來 可以,我幫你電棒燙 哈哈哈哈 好,下一題下一題,不要理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啦 哈哈哈哈 這個氣氛好尷尬哦 哈哈哈哈 那先介紹一首唱播曲 來自 郑盖特世界最后之日的OP 由Jan Potter所演唱的Hits 好 白出了刚刚尴尬的气氛 回到正题 不会啊我觉得蛮好笑的啊 因为其实在我画面里面 我觉得女性朋友烫成电棒烫就很像花妈 是这样 好继续 好好 Pokie我们继续 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喜欢或是支持的ACGN作品 就是 曾盖特世界最后之日这部作品 就是刚刚前面 所播放的那首歌 非常地热血 你知道吗 其实在我们要邀请Pokie之前 这永北已经 这个偷偷摸摸的微服出巡了一下 原来你去过了 对我就先到Pokie他的这个 发型屋里面 因为我头发也长了想要清爽一点 我就去找他 然后那我顺便 当然我找他剪头发是目的之一 但我最主要的目的 我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钢蛋到底真的还假的 在那边炒丹 臭盖 摆两个相片拍一拍 结果哇塞真的不是臭盖的 一进去他那个柜台这边就摆了一个 然后后来靠近那个店比较里面的位置 就一整柜的 对一整柜的钢蛋 对不对 对 那后来我问Pokie说 这些够放吗 那Pokie你的回答是什么 怪不够我再找地方放 你很挤了 对 所以你大概现在有多少 多少个收藏品 大概 五十有吧 五十有 因为我看Pokie你好像都不是 我们通常看收藏品就是一个一个 一层一层对不对 但其实Pokie他的那个每一个 他那个架子摆的都已经好几层 对啊 你最最多的几层我看 四层 四层对啊 就好像一个架子上面已经摆四层的 那个那个 钢蛋 对 对 每地方摆 对啊 在站楼梯一个一个往后站 比较矮了才不会被挡到 天哪 对好像合唱团 对对对 那那个Pokie就是 那永博去你店里的时候 那他有没有剪了什么 就是动漫造型的头发啊 其实你内心想要把永博剪成什么样子 对对对 就像 五十一刚里面的南宫博士那种感觉 神经病 他一个leader的气质嘛 对啊 本来就是个老大嘛 对啊 又温温的 温温涂雅的感觉 对啊 就是个文人嘛 对啊 怎么可能给他剪个魔王造型嘛 那不适合他了 对我刚刚我的语物 我刚刚他讲南宫博士 我一下想到是那个大头目 我对错了 所以我才讲说神经病 对不起 谢谢你对我的台爱 对 那以你自己来讲 你觉得最大的你这个店里面的特色是在哪里 其实我意思都是把客人的头当自己的头 再剪 因为我自己的头发没办法变出这么多的造型 对 那很多客人会有要求不一样的东西 甚至他的发质 他的发流 很适合某一个发型 但是我没办法做到 在我自己头上没办法做到 那我会觉得我在他的头上 把他表现出来 这也是一个对自己一个满足嘛 对对 补偿心态 对对对对 我这边想要插一下 像刚刚Pokey你讲到 就是你想要在客人上面 就是找到就是补足嘛 对 那有没有就是哪一位客人 曾经让你印象深刻 就是让你大改造的 曾经遇到一个火柴人 什么什么 对 那客人很瘦 很高 但是他的头发就很膨很卷 对 因为你看着就是 就像黑人头一样 阿富罗 对不对 他就喜欢很久才剪一次 OK 对 那来之后 我就帮他剪 帮他剪得很清爽 很舒服的感觉 对 然后看着他这样走出去 我就有个想法 这个世界上又多一个地球人 对 不然这很怪异 对 原来从火柴棒 然后原来变成一个火柴棒人 然后变成一个地球人出去 真是 搞不好他真的是外星来的呢 对 非常满足 那种感觉 嗯 好 那我觉得最后有一点点时间 Poki你有没有 未来有一些 在你的这个专业上面 有些什么样的 对自我的期许 或一些新的计划 再来我会尽量的再去做一些学习啦 嗯 就是因为自己开店学习是 能够能够到外面学习时间不多 嗯 都被店绑住了 是 对啊 那现在年轻的客群其实慢慢外流了 哦 对 大家都喜欢跑西门丁 嗯 对 所以技术上面我觉得是要 再慢慢的 朝年轻化精进 嗯 对 OK 对 因为当初生意会好 就是因为我抓住 那个区块 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心 是 对啊 对 可是现在 年轻人慢慢又走掉了 嗯 对 所以我重新再 再run一遍 不会不会 你还有钢弹 对 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钢弹要让他不断的繁衍下去 对 对 这个是也一定要的 对对对 好 那我觉得今天真的 非常谢谢 Pokey来到我们这个单元 接受我们的访问 嗯 非常 下次 永北还要再去 看看 还可以变什么花招 不是 不是 刚才大家流畅吧 对 变成那个火柴人进去 好 再次谢谢Pokey 谢谢你 谢谢Pokey 谢谢 那最后来听 机动战士钢弹0083 星辰回忆录的 Man of Destiny 1991